Hello大家好,顾雅来啦 你平时听音乐追剧用耳机用的多还是用音箱比较多呢 那我们今天录视频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哈 Sony新款的HT-AN7 颈挂式蓝牙音箱 穿戴起来呢就感觉有点像这个颈挂耳机啊 但是它实实在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音箱 那我们从外观上来看 它跟我们平常用的那种桌面音箱不大一样啊 体积比较小也比较轻巧 你看一只手就可以拿起来是吧 它这里呢是颈挂的部分 往脖子上这样一放 颈挂很软可以随意调节的 这就拥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随身扬声系统了 左边右边各有一组的扬声器 按键集中在内部两侧这个位置 带着操作也会比较方便 右边呢是电源蓝牙配对按键和麦克风的开关 常规的播放按键控制模块呢是在左边的 那我给大家放一首曲子来听一听哈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们这个录音听起来可能跟它奇妙听感还是有点差距的哈 戴下来的时候 它在你耳朵两边发出来的声音构成一个非常立体的声场 非常棒哈 比大部分的桌面蓝牙音箱都要好听 关于听感我们在后面还要细说 那上一代呢是索尼之前推出的SRS NS72紧挂扬声线 不过这一支HT AN7在海外叫做Brevia Seattle U 所以可以连接Brevia电视 就可以支持杜比全景声 但是这两天除了用它连接电视 我发现不管是连接电脑听歌 或者是连接手机打游戏都超好用 一点都不会像耳机那样你站上去就会感觉跟整个世界都隔离了 听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累 那这件音箱带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一个字 接近无感 把它翻过来呢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底部呢是有一个小型的气垫设计 再加上接触面比较大 基本呢就感觉不到明显的压力 紧挂的部分呢是用的轻敷硅胶材质 是很软的也不会有异物感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到了长时间的佩戴舒适性 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戴耳机听歌我最多呢只听两个小时 这个应该听一天都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愿意出门都带着它 我想跟大家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我们可以买常规的桌面音箱 也可以买紧挂式耳机 那为什么要买一只看起来又像耳机又像音箱的东西呢 那我们就要从音质听感上来探讨了 这样子耳机呢是我觉得大家平时通勤办公用的比较多的两种耳机了 那我们用相对公平真实的方式来收集同一首歌的录音 大家可以听听来对比一下 我们中文 大家 Mond half of bajo识讯归 不想再想再想再想 那是困难的 那是困难的 入音其实不能代表实际的音质听感 你更喜欢哪个声音呢 如果让我来说这一支HT-AN7 它既有入耳式的高保证和声音素质 又有开放式耳机的佩戴舒适感 还给你了一个更立体更广阔的声音空间 就算播放我们平时听的双声道音乐 你也能感受到很大的不同 它用的是X-Bandance的扬声单元 跟上一代SR-SNS7相比 增大约50%的振膜面积 我觉得它好听的地方有两个 一个是声音的亮感很出众 另外一个就是人声还原的比较好 清晰透亮同时也不会视针 要是你有高贵的索尼Brevia电视机 那就太棒了 它可以支持5.1声道的杜比全景声 看起电影大片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像你在电影院看电影 但是你正正好好坐在影厅最中间那个位置 听起来就很爽是吧 它也有一个双设备同步连接 比如说我们跟家人一起看电视 如果用传统的电视音箱 也就是回音壁 你就会发现你们两个人听到的声音 会因为位置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偏向 那如果都带这一支HT ANT的话 每个人的听音空间都是独立的 可以让每个人都在音频空间的中心位置 它这个环绕声的buff在听音乐的时候也很神奇 就算是普通的双声道音乐 用它听起来也会有一种空灵感 就像我现在带了这一种双声道入耳式耳机 如果听杜比全景声音的音乐 会感觉人声很飘 声音的分区处理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会直接关掉 但是呢 在这一台HT ANT7上放出来 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声音的包裹感和沉浸感就出来了 有一种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 或者说你正好在演唱会 那场VIP的感觉 目前我知道的环绕声音源比较好的音乐软件呢 有这两个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 那说到沉浸音效 那就不得不提游戏了对吧 除了用蓝牙连接之外 这个音箱还可以用自带的3.5毫米转接线 连接电脑或者是PS5手柄 延迟就会更低 像赛博朋克2077定频线5这样的3A大作 基本上都有针对不同的音频设备的声音配置 特别是打开赛博朋克2077 3D音箱的配置之后 它的整个空间立体感 会比头戴式的电竞游戏耳机要高 游戏声音也要来的更通透 最关键的还是舒服啊 头戴式耳机不管怎么透气 也是罩子罩在耳朵上 戴着戴着它就会累 紧挂式蓝牙音箱 它的舒适性这个时候就配上用场了吧 那这一支HT-AN7的紧挂式蓝牙音箱 基本上就说到这里了 我觉得还有两个点各位老哥们可能会比较关心 首先呢就是续航 因为它是很轻巧的嘛 而且还是喇叭 那老哥们会担心它的续航不长 这一支HT-AN7满电的话 我们可以停12个小时 跟我们平常用蓝牙耳机是一样的 就算忘了充电 它这里也有一个快充功能 充10分钟就可以停1小时 那第二个呢就是漏音怎么样 毕竟它是音箱嘛 所以跟耳机相比 特别是在分泌环境下 漏音呢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跟我们用的音箱系统 回音币来说 它的漏音还是太小了 所以比如你在晚上想看看电视打打游戏 又怕打扰到正在休息的家人 用它来放声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第一次体验警戛的音箱 这一支索尼HT-AN7 给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奇妙的 让我长了很多件事 现在音箱也加入了穿戴音频设备 它是音箱还是耳机呢 如果我来说的话 它都是 好了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可以的话 帮顾燕多多点赞评论1.3年 欢迎关注数码公掌账号 让我们认识更多好运好玩的数码好物 我是顾燕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